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好,回來,因爲突發事情,我們盡量不要播片,先說完整體事。 剛才我和我的網友聊天,原來他媽媽的腳趾都黑了,但仍然有感覺。 醫生就說,腳趾無論如何都要切,因爲壞死了。 現在就和他的傷口清掉了龍等等,看看今晚是什麽情況。 他說如果最壞的情況,就是那些龍,或者那些菌,我不懂得說。 是。 到了腳趾,就可能腳趾都需要切。 嗯。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就先叫朋友淡定一點點,因爲什麽呢? 我不知道醫生會不會把最差的情況說出來。 是。 那如果你說,那個黑曬的,以我的常識,就應該是壞死了。 嗯。 你又有感覺。 是啊。 好啦。 那如果你說,洗了一些龍,洗了傷口,洗了臭的龍, 是否嚴重到要切腳趾呢? 這個是骨科的,要找骨科醫生。 那剛才有個朋友介紹,就說去梁炳中找, 那我就叫個網友去上網, 那如果各位朋友有雙熟的,或者知道有些骨科的名醫, 又或者你們現在可以對著電腦, 就看看可不可以,就是大家互相幫忙,我們啤梨之友。 OK? 那麼,對了,Jeremy說得對, 如果壞死了,應該沒有了感覺的, 那我就在想一件事。 嗯。 就是,我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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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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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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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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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情況而已。 那麼,希望我們都,就是, 就是,啤梨漫步,都發揮一些,就是, 就是,力量。 是啊。 就是,就是,就是, 突然間來的東西,是最難反應的。 嗯。 我早兩天下去,這裏有幾個茶餐廳, 就是,喝茶, 她媽媽還跟我說,有笑, 陷動之餘。 是啊。 所以,有時就是說,怎麼說呢? 就是,有傷口,第一,要看醫生, 第二,因為他們都可能懷疑他們做飲食管, 那你有時,譬如,你做飲食管, 可能始終都會髒一點點, 在地下的那些, 嗯。 你有傷口,那就更加容易, 就是,受感染的機會就大一些, 就是我這樣想。 那麼, 有時就是這樣了, 那麼,希望大家盡量去發一分明。 OK。 好了, 那麼, 啤梨漫步的動向, 或者我們的內容更新, 那麼大家要設留意, 就應該都會, 嗯,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嗯。 啤梨漫步一定是會精益求精, 在這個方面, 大家不需要擔心的了, 那麼, 也都希望有更大的影響力, 嗯。 因為我們現在在社運界, 或者在那個, 輿論上面的影響力, 我認為是未夠的, 嗯。 那麼, 要加大影響力, 就可能有些事情要調節, 那麼,當然, 我是絕對不會不說髒口, 是。 不說髒口, 因為我本身是個髒人, 還有, 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楊岳橋, 那麼, 你說這傢伙, 不用傢伙, 你形容他, 還可以用什麼呢? 難道用欺貞嗎? 對嗎? 好, 今天我看到一段報道, 這一節本來, 我想說一下, 吉隆坡和檳城, 有什麼不同, 還有一個香港人, 在吉隆坡的故事, 但是我首先要說, 但是我作為一個, 就是, 大移居大馬, 準備大馬退休的人, 也是這麼提倡別人, 如果有能力, 有機會的話, 向外移居, 我都不要說移民先, 為甚麼呢? 其實我是看到一件事, 除了政局的自由之外, 就是那個生活費用, OK? 生活費用, 將會越來越驚人, 你想想, 譬如我們說, 昨天我們講過神石, 我有一些網友, 立即WhatsApp我, 你有沒有說笑, 你去我的醫院, 我又要沽慧其名, OK? 神石, 是要百萬多元, 做神石手術, 你想想, 如果, 我公立醫院, 照顧不了我, 或者痛到, 連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都等不到, 八萬多元, 打工仔, 守庭口庭, 除非這也是用那個概念, 你想想, 你年輕人不努力, 好了, 年輕人要怎麼努力呢? 尤其是我們現在下一代, 每個人都是十幾歲, 已經逼想到自殺了, 十七歲就跳樓, 他出來找一萬多兩萬元, 兩三萬元, 他們怎麼努力呢? 可以不欠人錢, 抬起頭做人, 那個人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突然間無妄自在, 你可以買保險, 喂, 一年幾筆東西, 或者年輕一點買一、兩萬元, 每個月一、兩千元, 對於那些捉襟見肘, 的基層沒有記, 一、兩千元就是一、兩千元, 因為我也試過這些經歷, 而最令人氣憤的就是, 如果港英政府之前什麼都沒有, 沒有錢就什麼都沒有, 現在政府這麼有錢, 而不做, 在你的生活費越來越高, 越來越不開心的時候, 找一個地方去令到開心, 不需要那麼受制這個社會的鞭策, 我認為是合理的, 當然, 無論你移居哪裡, 日本好, 萬加拉也好, 澳洲, 大馬, 台灣, 什麼都好, 世界是沒有天堂的, 我首先要這麼說, 當然, 還有, 你也有某一程度的經濟能力, 大馬的門檻是很低, 而他的回復, 即所謂的生活的感覺, 是很好, 我認為性價比, 匪羽這麼說, 非常高,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 某一程度的能力, 雖然很簡單, 但是大家搞清楚, 他是不需要你賣樓的, 馬來西亞移居是不需要你賣樓的, 你不需要你賣樓的, 你不需要你賣樓的,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並不是莫三秘笈, 並不是有土人住在樹上, 有落墓術的, 吉隆坡就只有比香港更加繁榮, 就絕對不會說你在香港買到的東西, 在吉隆坡買不到的, 即是說完美, 事實上, 馬來西亞和香港本身就是姐妹都市, 我們說一下順報這個報道, 就報道這一條, 這個老友記叫胡偉權, 他一篇文章是這樣寫的, 他說胡偉權五十多歲, 在馬來西亞奔城生活了一年, 他很開心, 因為這裡是充滿人情味, 在倫理之間還守望相助, 就好處小時候生活的香港, 反觀現在大部份的香港人, 每日只是為了生存, 而並非真正生活, 話說上次我都說過, 就帶團去馬拉的時候, 同一個check in, 也看到蕭生帶著迷迷一班老友, 就去檳城, 是嗎? 我沒有說過嗎? 沒有啊, 我們打個招呼, 因為我是不會見到長輩不打招呼的, 他完全沒有東西, 很欣然, 但是聊了兩句, 然後也不知道聊什麼好, 你應該叫那些人這樣, 你到天上見好好看, 我說不出, 我以前經常是這樣, 以前我見很多人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說不出, 我真的做不到, 以前我都看到他, 我都會這樣的, 但現在我真的不行了, 包括他, 包括鄧達志, 很多人都很喜歡檳城, 其實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只能這樣說, 可能到60, 鄧達志都過了60, 那些人的心態跟我們不同, 你不要說你, 我都受不了, 因為檳城其實是很悶, 很悶,很安靜的, 但是, 你退休也要出去抱, 那些已經是沒有了抱的心態, 我也沒有想著抱, 但是你不能抱, 和我不抱是一件事, 我不抱是我的事, 我想抱, 而不能抱, 就不可以碰的, 不過他可以抱去泰國, OK, 這樣也是的, 好了, 移居馬來西亞, 檳城一年, 胡偉權, 他現在每次回來香港, 都覺得很激氣, 一早早, 他和朋友去茶餐廳, 吃早餐, 適應阿叔, 態度惡劣, 他位置摘得好像小孩子座位, 下午, 記者和他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某餐廳做訪問, 6點左右而已, 適應小姐快來趕客, 說要轉慢事, 必須要重新拿醜再排隊, 記者集意為常, 權哥非常激氣, 因為他在檳城發現, 賺食大了, 效率第一, 地產霸權這些東西, 都並非必然, 權哥今年59歲, 100% made in Hong Kong, 56歲退休之前, 是外國的目的地營銷, Destination Marketing公司的高級主管, 有8年時間長住上海, 通常會飛澳洲, 台灣和南韓公幹, 世界這麼大, 檳城根本就不是去退休的雷達裡面, 只不過一位亞洲統的朋友, 經常提到馬來西亞這個地方, 他才跟太太, 在2017年即刻, 只不過是前年1, 3月, 去到當地旅遊兼格考察, 就好像找個啤梨, 找個林康正一樣, 去旅遊兼格考察, OK, 但是, 他一落飛機, 就很驚喜了, 其實我們的網友, 跟我們的團友, 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在機場買SIM卡, 我們還沒開聲, 對方已經跟我們說廣東話, 還很流利, 阿權哥這樣說, 其實跟我們去馬來西亞, 團友就知道, 我是不理, 我是不理對方按讚什麼, 我去到我就說廣東話, 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用廣東話打回我, OK, 這個權哥就不夠我們有經驗了, 他說原來, 檳城是馬來西亞華人比例最高的周熟, 2017年就佔人口四成, 日常語言就是福建話, 普通話, 廣東話, 英語都OK的, 如果在喬治市七成半, 喬治市就是, 如果在檳城, 其實是這麼說的, 就是加上北海那邊, 那邊, 就是有北海, 就是在馬來西亞的島, 應該這麼說, 如果純粹是喬治市, 是一個島, 幸好香港這麼大島, 那島是七成多, 華人, 是七成多, 因為那島實在太貴了, 你根本買不到, 不是華人, 馬來西亞的朋友, 好, 兩夫妻刻意選擇住民宿, 每天跟屋主聊天, 兩個星期就住了五角不同的區域, 了解當地情況, 不過他們都是檳城, 他們又視察了茶室, 大排檔, 街市, 醫院等不同的生活場所, 結論就是, 檳城整體環境超乎想像的好, 好,於是他們毫無懸念, 申請了十年期的MM2H退休簽證, 2017年的後期, 即是三月就去考察旅遊, 2017年尾就正式移居到檳城, 住了一年, 阿權哥最強烈的感覺就是, 這裏好似小時候生活的香港, 那個獅子山下的年代, 香港人雖然生活結局, 但是淪捨之間仍然會手望相左, 你借我嫌, 我借你又, 這一種人民風景在香港已經消失, 但是在檳城, 仍然是充滿濃厚的人情, 還未加加加加, 那麼厲害, 這也肯定是事實, 一直生活過, 例子是多不勝數, 好像一些繁繁之交根本不認識的朋友, 就是無條件跟他們視察三間屋, 還拍片分析利弊, 其實我反而挺害怕, 我不是怕那些人有什麼大心, 而是我很怕那些人熱情一致, 我自己的人, 我只需, 這是不關人的事, 我就是很怕的, 鄰居熱心指點迷津, 主動邀請他們去家裏作客, 超市買東西, 茶室飲茶, 隨便搭散, 都周圍可以認識到朋友, 為什麽我懶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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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真的隨便搭散, 這是我的本文, 阿婆又回答, 少女又回答, 男人又回答, 女人都回答, 當然有些人見過我搭散, 於是乎台灣和我朋友, 結果換來無論如何, 突然變了便宜, 因為通常是說, 香港現在不能考慮的, 怎樣怎樣怎樣, 或者是, 共產黨幾分強, 中國很威風, 那你不能考慮他嗎? 好了, 她說, 朋友回答, 又逆升更加多人, 參加更加多活動, 好似太極師傅每日的免費教班, 魚檔老闆, 不時送來名貴的小吃, 胡太經常感嘆, 唉, 為什麽這裏的人這麽好, 而拳哥就覺得很溫, 很感動, 起初, 他們和一般香港人一樣, 不相信這些無條件的愛, 只會想, 為什麽你會對我這麽好, 一定有些東西的, 香港人永遠陰謀論, 小人之心, 想讀君子之福, 不道理是不讀的, 而且常常讀別人的內心想什麽, 說真的, 你永遠不知道別人的內心, 是想到什麽, 但你明白, 有些人稍為和一般人不同, 是比較熱情的, 你真的會覺得,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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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善獻恩情, 魏康說, 因為你永遠想不到別人的內心, 他想什麽, 他表面怎麽對你, 就是這麽簡單, 你就怎麽受, 魏康才是智者, 一年過去, 他們發現當地人民倫理比香港強, 很容易建立信任, 香港人經常要OT, 下班都要回Whatsapp, 即是回老闆Whatsapp, 晚上好夜睡, 一早精神又不好, 在電梯見到鄰居, 想多說幾句都不會, 現在我們在電梯見到外國鄰居, 一談就談二十分鐘, 最近他們更加學懂信任, 將門時交給鄰居, 拜託他們幫忙照顧家裡的花草, 另一個舊香港的情景, 也是在檳城重現, 大排檔, 保鞋, 父子一同經營的檔攤, 權光發現, 檳城有很多family business, 小孩子讀完書回來, 就會幫爸爸媽媽媽忙, 年輕人積極參加華人傳統的哲慶, 有較強的儒家信仰, 做生意的人同手無欺, 買東西就不需要講假, 這麼便宜你還講假, 打斑你, 有一次我們去街市買魚, 選好一條, 正想付錢, 怎知老闆一看, 就說這條不行, 就把他丟到垃圾桶, 我好奇問他, 有什麼不行? 他說因為, 魚套裡面還有一條魚, 不是那麼好的, 我不信, 他即場把魚湯開, 果然如此, 然後他坐下, 魚犯坐下, 拿出紙和筆, 寫下兩個大字, 聖, 聖, 哇這些場面, 做會戲啊, 那時刻, 我權哥真的很感動, 他說香港租金高, 雙湖競爭激烈, 他說在檳城, 每個人都有生存空間, 因為14元港幣, 他講到最極端, 就可以在夜市租一個攤檔, 有些師奶會賣麵包, 有些會賣魚蛋, 其實也要幾十元, 不過他可能有些就是最極端, 相反之間是不會惡性競爭的, 反而會求追求共存, 譬如有三家茶室, 一個上午,一個下午, 一個中午, 就是這樣, 所以上次我們有網友說, 又說好冷王, 為什麼這麼多不開, 他根本第一就是夠皮, 第二, 大家要就著大家來做, 人家每天是做七、八個鐘, 或者最多做十個鐘演究, 你猜香港做十八個鐘, 24小時營業, 都交不到租, 例如我們經常去光顧, 有一個叉燒檔, 生意很好, 但下午四點就收工, 所以其他兩檔都能夠做到生意, 香港生存, 如果在香港生存, 在檳城就是生活, 拳哥很早就打算退休後離開香港, 因為覺得香港的生活費, 只會越來越貴, 這真的是英雄所見略同, 你有否想過, 十年後仍要住一個很小的單位, 不夠地, 又不填得海, 大陸每天有百多二百人下來, 未來樓價, 生活成本只會更高, 大家如果要長看拳哥的interview, 上我們愛戴馬的page, 或者上信報, 也有信報, Vinni之前好像跟先生去過KL, 我覺得Vinni應該跟先生去到檳城, 我不喜歡檳城, 我覺得Vinni和她老公會喜歡檳城, 我前陣子看了Janet Gintin頻道, 你知道很多人看, 最少兩次不斷介紹馬來西亞, 又說非常好, 在那邊的年輕人努力做幾年, 機會多, 可以置業, 甚至跟金馬倫高原, 跟北海道去旅遊比, 金馬倫高原很有名, 因為金馬倫高原主要是馬來西亞做種植的, 超過一半, 是農田的, 他的保留原養, 他保留原養, 就是很自然的原養, 為何菜那麼好吃, 你都不懂名字, 因為他帶了那些菜, 不是馬來西亞賣給新加坡, 氣候好, 水分不夠, 土壤嶺, 其實我都想過, 大家去一下金馬倫高原, 我覺得大家要密切留意, 我到現在未確認到, 我們3月或4月的團是怎樣, 真的未去過, 我朋友去Kiko那些, 寧願跟女朋友去這裏那裏, 其實我經常叫你們大馬, 不是要賺你們團費, 我的團我經常虧錢, 是真的, 經常虧錢, 我是想你們看一下, 你們原來是有選擇的, 人沒有東西的, 你可以繼續選擇留在香港, 但最重要是有選擇, 沒有選擇就大了, OK, 另外馬來西亞就有新政府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的馬來西亞朋友, 就WhatsApp給我的, 剛剛就在深州, 即是我的陀地, 深美蘭州, 即是我兒子現在在那裏讀書, 即是芙蓉, 芙蓉是深美蘭州的事, 就頒了三個, 叫做PJK獎項, PJK是什麼呢, 就是熱誠貢獻獎項, 即是類似我們每年的大志經最下面, 是不是又有什麼, 有什麼貢獻項, 他人家作為一個國家, 大約有10個等級, 我不覺得大家會很有興趣, 拿督其實都未必是排到很高, 但都是4455, 他就PJK就是熱誠貢獻獎項, 但正常來說熱誠貢獻, 我範圍都很大, 但過去來說, 都是社會人大, 或是出名人士, 但今次其中有三個, 都是清潔工, 你可以說這些是, 很受政治手段, 就是民主政府, 但這個班那個, 是人家最高, 即是深美蘭州的鹽端, 即是人家的黃室班, 不是,那個黃室班, 其實我相信, 有什麼司禮報, 有人提名, 要過了那個班, 但我要覺得這樣, 你說真也好, 解也好, 香港會不會頒獎獎項? 人家就不需要做叔, 人家真的會看到, 基層是有貢獻, 還會頒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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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頒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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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有一個, 我不懂的華人, 有四個子女, 叫做陳年替, 六十多歲, 做了幾十年清潔工, 他也會繼續做, 退了優質, 緊守崗位, 他老闆是馬拉人, 覺得他很有責任感, 但他就是華人, 是華人, 大約融合相署, 老闆提名他, 州議會, 或是委員會, 都覺得他很合適, 於是由深州蘇丹, 鹽端頒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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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這些對整個國家, 國家就是國家, 我們香港還未是國家, 氣氛是很有改善, 起碼身體力行, 政府告訴你, 就算你做粗, 原來職業真的無分貴賜, 原來每個人緊守崗位, 都可能有一天會受到表揚, 我小時候寫什麼成功人物, 他寫什麼成功人物, 這個就是皇帝, 那個大元帥, 他大將軍, 我寫什麼沙士, 盡忠則首會, 繼續做事的護士, 清潔工, 這些就是人民英雄, 好,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喝, pall 吼, 黃 清ids, 這裡有一位, 可以來, 辭 Euan Refin, 趴去除那ILVAN beforehand, 嘩 中一個 中… 你下班吧 收你吧 9mm Energy Drink 為你迅速補充體力